140.香港相報 港大涵教局查詢中大跳級制 2015年7月4日香港新聞A15 香港相報信 記者何家琦報導 對於香港中文大學早前至今年度開始, 如果文憑試考生取得44分或以上, 符合條件的就可以直接升上二年級。 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暢偉昨日再次表示, 教育沒有直經,亦以就中大的改動去信教育局 教學資助委員會、醫務委員會查詢 但目前仍未有回復,梁暢偉昨日與傳媒查聚時 再次就中大跳級改動作回應,指教育沒有直經 尤其是人命有關的醫療科目, 任何培訓課程改動都要小心考慮 他又指,港大以就中大改動一時 去信教育局、教資會、醫務委員會 要求他們釐清會否在特定情況下,更改課程學制 但目前仍未有回復 他說,這幾天都收到不少學生查詢有關醫科的資訊 希望當局能盡快回復,以釋除學生疑慮 他沒有正面回應廣大會否跟隨中大的做法 於是就 уз清過,我 labeled鴕鴕鴕鴕鴕鴕鴕鷗 不是很難烈的 radar和刀電